- 百萬youtuber九面平借開箱和對決系列影片吸引了大批粉絲的喜愛 不過近日他發現中國有一個專門盜用影片的帳號 將他的影片重新配音剪輯 隨後二次上傳到別的平台 還甚至取綽號稱他為胖哥 讓他感到非常的氣憤 於是決定用對方的招數來還擊 煩怪把對方重置的影片PO在自己的社群帳號輕鬆的賺到28萬流量 出無意料的效果讓九面想到一個雙雞 乾脆與對方聯繫表示自己願意出價 請對方挑選合適的影片剪輯 隨後他詢問對方要是付費給他的話 日後是否還會搬運影片 而對方爽快的直言不會 九面也大讚 對方的剪輯功夫很不錯 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希望未來有機會繼續合作 幫們也紛紛留言表示 九面的格局真的很大 對他話題唯有的做法感到佩服 對方的剪輯功夫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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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方的剪輯功夫很快